三振 這球打帶了左半邊 不要不要 啊 沒關係 這就是 這就是日本隊戰術 他就是在一個 拉小比分的情況下 然後靠著一棒定將三 高橋優生在這次雅典奧運的 第二支拳雷打 而且將比數給追成了 3比3的平手 所以隨著投球數的增加當然 現在 當然王建銘可能球也比較不會跑 所以他一直要投外側的球 去保護這個被拳打的機會 不過這個球還是被 送出去的